一提到明慧帝朱允文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基本上都停留在了软弱无能这四个字上 说他软弱无能这当然是有理由的 富有天下而只被一城之地的燕王朱棣打了个神秘失踪 难道还不算软弱还不够无能吗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朱元璋还没驾崩 但已经把朱允文定为了接班人的时候 这对祖孙之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朱元璋告诉朱允文 我把你的这帮叔叔们分封到全国各地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边地防御葫芦的入侵 他们帮助你平定了边幻 你这个皇帝就能高枕无忧 诚然朱元璋同志是一个很喜欢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的 他的打算不仅仅限于口头告知 为了给未来千秋万代的朱氏皇帝铺好路 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叫做《黄明祖训》的报处 黄明祖训 这是朱元璋同志留给后代皇帝的行为准则兼精神财富 翻开这本书 自朱元璋之后的每位皇帝都可以详尽地知道 自己每天应该怎么做 比如 朱元璋在书中规定了 黄帝应该几点起床 应该几点吃饭 早饭要吃点有营养的 晚饭不能吃得太撑 夜里不能睡得太死 而应该时常探听宫里的动静 要养几匹好马放在宫门口 更要弄几副刀枪和盔甲在身上 可以说这本书事无巨细 考虑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作为自己最为疼爱的皇帝村 朱元璋风帆的行为很显然是在单惊几率地为朱元璋铺路 前人来铺路后人修高速 然而朱元璋却并不这么认为 而是反问朱元璋 葫芦自扰边境 藩王们可以降服他 倘若藩王们造反 又有谁可以降服他们呢 面对朱元璋的反问 朱元璋很显然有点始料未及 是啊 在朱元璋的观念里 只要后代子孙按照自己的想法驱作 服从于自己这个太祖高皇帝的意志 大明就能成平日久 千秋万代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 他的意志或许只能在他的生前有效 朱元璋沉默了 然后将问题抛向了朱允文 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你要怎么办呢 朱元璋反问朱允文 大概意思是这个问题很无忌 因为我宁愿相信大明的未来是美好的 也不愿意相信我那些儿子会造你的反 所以我拒绝回答 并且把问题抛回到了你的身上 如果你也回答不了 就说明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然而朱元璋想不到 年纪轻轻的朱允文 给了他一个十分完美的答案 首先我会用我君王的德行来感化他们 毕竟都是亲戚 我对他们好点 他们就不会调皮了 如果他们还不听话 那我就要用君臣之间的礼节来制衡他们 虽然这帮人都是我叔叔辈的 但毕竟我是皇帝 他们是大臣 他们如果要造我的反 他们就是乱臣贼子 他们就是不正义的 所以我完全有理由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他们 我一谴责他们 他们脸皮薄受不了 就会就此罢首 如果德行和礼仪都不能限制他们 那我就要收回朝廷给他们的封地 因为封地就是他们的根据地 属于是他们的地盘 我把他们的地盘变成我的地盘 他们就没有办法跟我抗争了 当然不排除有些藩王特别顽固 就算是把他的封地收回 他也要跟我对着干 所以我只能针对他们本身下手 废除他们藩王的地位 把他们变成普通人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让藩王叔叔们回头 那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出兵讨伐他们 让他们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好 听完朱永文的回答 朱元璋震惊了 他一直以为朱永文就和他的父亲朱彪一样 从小受乳学文化的熏陶 养成了仁慈软弱的幸福 现在看来朱永文的手段比自己一点也不长 是的 朱永文一点也不软弱 他的手段很强硬 他的目光很长远 他甚至在还没有登机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要对付这些藩王 事实证明在他登机之后 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红武三十一年 朱永文学周王 废为树人发配云南 学齐王将其软禁南京 学代王将其软禁封地大同 学敏王废为树人发配张正 将王周百不堪其辱 没等朱永文学藩抢先一步 萤火自焚 这些藩王可都是朱永文的叔叔 是猪式的皇族血脉 朱永文收拾起他们来毫不留情 眼睛都不会炸一些 他软弱吗 他不软弱 他不仅不软弱 他还十分要强 不过很可惜 当学藩的步伐进行到燕王朱棣的时候 朱永文遇到了阻力 有人说虽然他不软弱 但他很无能 要不然怎么收拾不了朱棣呢 这听起来也很合理 但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一个人无能与否看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柏拉图曾经说过 好有两种 一种行为本身是好的 一种结果本身是好的 绝大部分人去做一件事 是因为结果本身是好的 所以他才会去做 但是柏拉图提醒我们 如果行为本身是好的 他通常就会带来好的东西 而通过这个理论 我们也可以认为 朱永文的能力是好的 是优秀的 但问题是 他优秀的能力 并没有为他带来好的结果 作者说朱永文很优秀 很多观众会嗤之以鼻 为不信 请看下文 本朝开国以来 刑罚有甚 大明律和预知大告中 常见各种残酷而不人道的刑罚 朱永文亲自删改 修正法律 宽升行御 这样的举动 为他在民间赢得了极大的褒奖 登记之后 朱永文打开了 明王朝的快速求知通道 朝贤纳事 求贤访能 一时间大量的帝国人才 涌入朝廷 开始为皇帝服务 同时 朱永文还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不了解民间疾苦的 书呆子皇帝 他很懂得体察民情 他则令官府要无条件收养社会上那些官寡孤独的弱势群体 和历朝历代那些邪明帝王一样 朱永文重视农业发展 国立文化事业 兴办学校注意立志 时常考察官员 遇到地方灾荒 必然大把大把的掏钱振载 有些诸线收成不好 皇帝则下令减免赴税 翻面明朝历史 你找不到有关朱永文 吃喝嫖赌 好义勿劳 不干征税的任何要记载 相反 他是一个历经土治 兢兢业业 职人正有善举得民心的皇帝 这样的一位皇帝 如果你说他没有能力 那吃厚如好色的红西衣 逗曲曲的宣德 留学的正统 顶班的景态 爱与姐的成话 痴情的红智 爱玩的正德 修道的佳境 自闭的万历 以及短命的太昌 跑遍的天启暴躁的重真 岂不就是废物了 所以 朱永文不仅不是没有能力 反而还是很有能力 当然有些人也会把静丹之意的失败 归咎于以下两条原因上 其一是朱元璋在位时 吐露了太多的功臣和名将 导致朱永文即位后无人可用 其二是朱永文削帆的态度不彻底 战时居然发出了 务实镇碑杀书之名的命令 其一当然是错误的 因为虽然朱元璋杀掉了 红武时代的名将 但却十分积极的 在他征讨墨北的过程中 为朱永文训练了一批 基本功十分扎实的新兵 如平安 圣雍 铁炫 这些人随便挑一个出来 都可以说是当下那个时代 独当一面的名将 所以朱永文落败的原因 不在于他没有人 而在于他不会用人 能替他兜底的耿炳文 被他换成了诸头三里颈龙 而这些在北伐中历练出来的新兵 朱永文往往是将信将疑 然后弃之不用 最后反而是逼得这帮将领们 士穷相爷 这其二嘛 当然也是错误的 务实镇碑杀书之名这句话 通常会被人理解成 朱永文命令自己手下的将士们 在和朱棣作战时 不能杀掉他 因为如果杀掉他 就会使他背上杀害叔叔的罪名 这似乎在一个侧面 反映了朱永文本质上还是软弱的 更能反映出他镇压精弹的 不彻底性和不坚决性 然而 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个思路 来解读一下这句话 飞矢如珠 尚索成马 凡三亿三倍创 王继位安硕所及 值钱次王 马狐爵 贝秦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诸多的了解中 朱永文的士族可以说是 一有机会就奔着朱棣的身上招火 好几次差点就在短兵相截中 把朱棣给弄死 那也就是说 朱永文的这句 误使镇背杀书之名 在将士们听来 其实应该是 即使使镇背杀书之名 也要杀掉朱棣 这不是语言的理解错误 或者是传达问题 这正是朱永文内心的潜台词 仁慈这个词和朱永文是毫无关系的 他恨不得把朱棣统治 错骨扬灰 方解 心头之恨 然而 即便朱永文性格坚毅 手段强硬 能力初衷 作用天下 手下名将如云 前期优势极大 但他还是输给了 仅有一成之地的朱棣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 不是朱永文不强 他很强 但问题是朱棣比他更强 当年的太祖高皇帝 也许没有想到 燕王朱棣会发动静难 就是他也无法想象得到 朱永文会主动雪凡 率先挑起这场战争 作者想 假使朱永文同志 老老实实地在皇位上坐下去 不花脸虎哨地搞削翻 那么也许 他就无法塑造出 后来那个 气吞山河的主地了 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黑暗 就贸然前进的人 是天真的 了解了这个世界的黑暗 和物章而退却的人 是现实的 面对未知的黑暗 朱永文选择了前进 但很可惜 他并不够勇敢 物有本末 是有始终 之所先后 则尽到了 朱永文不明白 这个世界的规律 不在他爷爷 朱安章的那本 黄明祖训律 也不在自己从小 学到他的儒家经典 因为所有的教条 都会变得陈旧 所有帝王的法则 都会过时 这个世界是会变的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